詞曲 李宗盛 《以現前分明顯現,而非是有雲何可知》 《所知項》第三章是第一項是出體 第二項廣成為實 這裡邊分三棵 第一棵明一切無意成為實 第二棵暗立三項成為實 第三棵成就世之成無意 現在是第三棵成就世之成無意 如果你成就了這四種智慧 你就會覺悟了為實無意的到底了 這裡邊先提出這個問題 是諸意現前分明顯現 這個諸意就是一切的境界 我們的明了性的心 所原念的一切境界都叫做意 這些意在我們的實上面 在我們的眼思耳思、鼻思、舌思、深思、意思 現前分明顯現 顯現在我們的實的前面呢 是非常分明的 一點也不含糊的 這話的意思就是真是有這麼一件事的 而非是有雲何可知 可是在為實無意的道理上看 是沒有的 這一切意都是沒有的 這是一個很相反的事情 有而說沒有 那麼這樣的道理 雲何可知 怎麼樣才能夠正確地認識這件事 叫我一點也不疑惑 叫我一點也不疑惑 是沒有這件事 這是提出這個問題 如世尊言 要諸菩薩成就釋法 能誰誤辱 一切為始都誤有意 如世尊說 這個文 殷孫拉法師他說的就是阿彼達摩《大成經》裡面說 佛說過 要諸菩薩 他經過一番的努力 他成就了四種殊勝的法 殊勝的功德 也就是四種志 他就能隨順地 絕無了 一切是為始 離開了始 是沒有意的 這件事就明白了 那麼這是標出來 在底下吧 就一一的解釋 一者成就相偉是相知 如惡鬼 旁生 幾乎天言 同於一世 見彼所思 有差別故 四種志 現在第一種 叫做相偉是相知 相偉 相偉 就是互相違反 互相違反的意思 就是 要有你的時候就沒有我 要有我的時候就是沒有你 那麼叫做相偉 食相偉的食,相偉的众生的食 相,这个食的生起也要有一个所缘相 要有一个所缘境,这个食才能生起 所以叫做相 这个质就是通达所缘的相,也就是相偉的相 是食所变现的,它本身是一无所有的 那就叫做质 成就了这样的相偉食相质 你也就会知道为食无意的道理的 在底下就解释这个相偉食相质 如恶鬼旁生寄诸天言 这个恶鬼有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河流 这个恶鬼看见的河流里边都是冷血 或者看见是蒙火 他没有看见有水 旁生呢?就是水里边的鱼啊 在水里边居住里生活的那些众生就是旁生 他看见是居住的房水 是他居住的地方 是他来往的道路 他没有看见是冷血啊,是蒙火 没有看见这个 天上的人要看见这个河流 看见这里是七宝庄严的大地 而不看见是冷血啊,这些东西 不看见这个 要是我们人见的人看见是清冷的水 是流水啊 这个我们只看见流水 没有看见它是七宝庄严的地 也不看见有蒙火 也不看见有能血 就是我们只看见我们所看见的境界 其他的众生看见我们不看见 所以要是相伟师 这个能见的是 彼此是相伟的 所以同于一世见彼所思有差别 这样不同的众生啊 同在一件事上面呢 看见彼所思的境界不一样 有差别 那么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就是不真实 我们看见那个流水 不是真实的流水 是诸天看见的那个七宝庄严的地 也不真实 恶鬼所看见的能血啊 也都不真实 都是自己内心的业力所变现 自己内心的种子所变现 也就是微信所变 所以微信所变现的经济都不真实 所以互相不障碍 互相无方案 要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看见是真实是水 离开了我们的心啊 有水的自己的体性的话 是真实的 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七宝庄严的地 也不可能成为是能血了 就不可能了 它就是有障碍了 因为不真实 只是我们自己看见是哪样子 实在啊 没有那个水本身的体性的 这样子 它对其他众生所建立就无妨碍 所以从这件事呢 也就可以证明啊 唯实无益 只是我们 我们众生自己内心的分别 而那件事并不真实 所以这叫做相为是相智 是这样意思啊 二者成就无所缘 此现可得智 这是第二种智慧 这个智慧呢 就是啊 要是外边的境界 这也要是不像我们所见的那样子 不像我们所见完脚子的那样子的境界 都是不真实的 都是没有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时还会生起活动呢 有这样的意味 那么成就了无所缘 此现可得智 这表示啊 虽然外面的境界不真实啊 我们的心也能生起活动的 表示这个意思啊 无所缘 没有我们时所缘的境界 没有 但是我们的时啊 还是很明了很分明的啊 有境界可得 有很明分明显现的境界可得 可以原念的 还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件事就是 是这么一个啊 这么一种境界哈 怎么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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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过去 未来 在梦影园中 有所得故 如过去哈 比如说是过去的事情 就是不是现在啊 不是现在啊 按现在来看 过去的事情就没有了 没有了啊 未来的事情还没出现也是没有 但是我们的心啊 在意念思想过去的事 想未来的事 就像现在一样 所以也还是 无所缘还实现可得 所以不真实 过去的事情现在没有了啊 我们在意念过去的事情呢 是不真实的 不真实但是我们的心能在上面活动 所以无所缘还实现可得 那么从这上面也可以知道 唯一时无一 也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叫做智 这是说过去未来 这个梦 梦中的境界也是不真实的 但是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啊 这个心随静转 也有种种的分别 所以无所缘还实现可得 这个影 水里面的月影 或者镜中的影像 也是不真实 但是呢 无所缘实现可得 所以不真实 但是我们的心呢 也难够在上面活动 实现可得 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么多的所缘境里面啊 过去未来梦影 原中有所得过 这么多的所缘境里面呢 我们的实现可得 还能得到 还能得到种种的所缘境的 其中种分别的 所以虽然是有分别 也还可以啊 觉悟 唯实无疑的道理的 只是内心的分别 所分别的境界 没有独立的字体的 所以叫做 所以叫做 成就无所缘 四线可得之 三者成就应理公用 无颠倒之 这是第三个智慧 应理公用 无颠倒之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 比如说圣人的智慧 是无颠倒的智慧 就是 他对 他的智 在所缘的境界上 观察的时候 是非常正确的 一点也不错误 所以叫做 无颠倒之 圣人的这个 无颠倒的智慧 是要经过一个 长时期的 学习 修行 才成就的 才成就的 那就是要 因公用而成就 无颠倒之 要是我们 凡夫分别心 所缘的一切境界 都是正确的 凡夫的分别心 所见到的一切境界 不是维持无益 不是 不是 不是无益 而都是有真实性的 一切境界都是有真实性的 这样讲呢 那我们就不许 那就是用理公用 五颠倒之 就不需要修行 不需要用功 长时期的 去消息佛法 学校界定会 要用功 才成就无颠倒 这不用了 不需要用功 我们这无颠倒之 就成就了 好 如果有一种能源意识 因无颠倒 能源绿 一切意义的分别心 这个分别心 这个分别心 就是能源绿 一切意义的分别心 这个分别心 就是我们的执照心 这个执照心呢 所执照的境界 都是对的 因无颠倒 我们都是一点错误也没有 这样说 那就不许 不由功用之真实 不需要去用功 去修行 我们的智慧就是 无颠倒之 就是真实的智慧了 那我们就应该得泄脱了 得大自在了 事实上不是 我们处处都有很多的苦恼的境界 就是犯了很多的错误 没有成就 无颠倒之 那也就可以证明 我们因为一切境界都是真实的 不是为实无意 是不对的 就可以反面的证明这件事 因为我们的分别心是错了 那还是为实无意才是对的 这样意思 事者成就三种圣之 水转妙之 四种智慧现在是第四种 第四种里面有三种俗称的智慧 这种智慧叫做水转妙之 就是一切境界随心转变 你要怎么样改变它 它随你的心意就改变了 这种妙智慧 这种妙智慧是有三种 何等为三的一得心自在 一切菩萨得净律者 随圣节利益主义显现 得心自在的一切菩萨 就是法无上菩提心的菩萨 经过了一个时期的修行 得心自在了 就是他的心呢 在一切境界上都是自在的 就是静随心转才自在 那么没有说他究竟是凡腐是圣淫 没说吧 没提到 得净律者 前面说菩萨 这底下说得净律就是生为圆角了 生为圆角得了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这样高深的禅定的人 随圣节利 这个一切得心自在的菩萨 得净律的生为圆角 这些人 随圣节利 随从他有力量的观想的力 强力的观想 叫做圣节 就是他心里面的思想是非常有力量的 注意显现 他心里怎么想呢 这个境界就怎么样变现 所以现在这个大地是 他心里想这个大地都是水 那么这个大地就变成水了 这个大地都是火 都是蒙火 那么大地就变成蒙火了 这个境界随他的心去转变去 他有这种力量 随圣节利益足一些些 从这件事上看呢 要是外边的境界啊 是有真实的独立的体性的话 那怎么能够随心转变呢 那是不能的啊 他要是心的变现 他本身没有真实性的 那你就可以转变 所以从能够随圣节利益足以显现来看 也可以知道是维持五义的 但这种事情呢 这是大修行的人才有这种境界 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啊 是没有这种境界的 是二德什麽陀修法观者 才做意识主义显现 这是第二种啊 随观察者的智慧而转的境界啊 得什麽陀 就是成就了什麽陀定的修行音 这个修行音呢 这个什麽陀成就啊 最起码的要得到未到地定 要得到未到地定 当然最好还是要 初参二参三参四参 或者是 是五舍界的四空定的前三种定 空无边处定 十五边处定 无所有处定 都可以名字为折磨托的 修法观者成就了什麽陀的时候啊 在什麽陀里边呢 修晓佛法的观心 佛法的观察智慧 按照佛法去观察去 比如说 修足四年处观啊 修足无常观或者修无恶观 或者修足法的观察 或者是修不禁观啊 才做意识足一些些 你心里面一做意的时候 你心里面一动 一思维观察的时候 你所观察的意就献出来 观着无常 无常意就献出来 观无恶意 无恶意就献出来 这也可以知道啊 是唯实无疑的道理 从这个境界上可以证实 是唯实无疑的 三 一德无分别致 无分别致现在前世 一切诸一结果显现 前面呢 那两种智慧啊 是诸一显现 现在这第三个说 诸一不限 是一德无分别致的人 这一定要入圣道 德无声翻译上的圣人 他呢唯独是观察真如无相的真理的时候 就是根本无分别致 观察的一切像的真理 这样子当然这是已经成就的圣人 是无分别致现在前的时候 一切诸一结果显现 其余一切的遍迹所知的执着 这一切的意都不显现了 所生相外处罚 一而彼此生意 一切的境界都不显现了 维持一个真如的境界 那么这也可以知道 一切境界维持无意 要是有真实意的话 那不可能是不限的 它还是要限的 它还是要限的 因为它本身有自己的体性 它不能随你心里转变的 现在既然是随心转变的 那就可以知道是维持无意了 是这样意思 这个是圣人的境界说 佛法里面说的道理 都是按照圣人的智慧境界 来说明的 不是凡夫说的 所以就是由它真实的 证悟的境界 来说明 说出来这样的道理的 不是我们凡夫希望分别的 由此所说三种圣字 随者妙字 继前所说三种因缘 诸意无意义道理成就 结束这一段文 那么后边这个 第四个字会是分三种 那么加起来实在就是六种 所以说三种圣字 随者妙字 继前所说的三种因缘 可以证明了 可以证实了 诸意是无意的道理 这个道理是成立的 是成就了 那么我们凡夫要是相信圣人的话 那就是诸意无意 信圣人语物 诸意是无意的 要依他起自信 实为有识 事意显现之所依旨 缘何成依他起 何因缘故名依他起 这个前边第一节出体相 这第三章的所知相 第一节是出这个体相 就是说出来呀 这个依他起相 辩计所知相 原成实相 说出他的体相 现在是第二节 实名义 解释这个三种 之相的名义 为什么你这种名称 这样的道理 说这件事 这里面第一项你是正实三性 正是解释的三种性的名义 第一节你先解释的依他起性 说要依他起自性 实为有识 事意显现之所依旨 前面说过阿雷斯为种子 虚妄分别所说诸实 事无所有非真实义显现所义 那叫做依他起 所以依他起自性呢 究竟说的什么呢 就真实来说 就是指这一念的分别心 这一念分别心呢 就是依他起 它是阿雷斯为种子而显现的 实为有识 事意显现之所依旨 事意显现前面说过 于无一为有识中 事意显现就是变迹所值 这个变迹所值的依旨出 依旨这个依他起而显出来的 这样说呢 这个依他起啊 为变迹子的依旨出 应该叫做他义 他义 但是嘛 说他是义他起 倒过来说他是义他起 何以远故名义他起 什么理由啊 得名为义他起呢 这个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问这个依他起 他本身的道理 一个是问他的名称 这底下呢 解释啊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 是从智讯息 种子所生 依他缘起 顾名依他起 他为变迹所值的依旨 这个是另一回事 从一他起本身来说呢 他是从智讯息种子 说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明了性的心呢 处处分别指导的这个分别心呢 他怎么有的呢 他是从他之类的讯息 他自己的熏悉的成就的种子生出来的 就是我们这个分别心啊 一动 分别齿 分别笔 分别善 分别恶 各式各样的分别 你一分别的时候 你就在阿勒耶斯里面呢 熏成了种子了 你怎么样分别你就熏成那样的种子 这个我们像别人说话 有的时候可能说话是真实的 有可能也会说虚妄的话 但是这个分别心呢 对阿勒耶斯来说的 一点也不能隐藏的 你怎么样分别 阿勒耶斯就怎么样受熏 完全是真实的 一点虚伪没有的 所以从自熏悉种子所生 我们一年的分别心呢 就是从自己以前的熏悉种子生出来的 分别心是这样来的 表面上呢 是外面的境界做圆 做所圆圆的 心才动起来 心动起来啊 各式各样的分别 但是实在是从里面的种子献出来的 播法是这样子 来解释我们的一念心的 其实是这样子 总说是 依它圆起 故名依它起 这个它呢 就只是种子说的 种子说哈 依它的种子的为原而献起的 这一念分别心的 所以叫做依它起 这个它这儿是指种子说的 因缘 实在是指自己的讯息的种子 就是亲因缘 指亲因缘的种子 为我们一念分别心的因 心是从这个东西生出来的 这个 这个 在十二因缘里面的 无名原形 行原始 那个是指增上元素的 是增上元 这里说依它种子的缘起 是指亲因缘素 是因缘素 这样说 这个明了性的心呢 从这个 熏习的种子 现起 这样讲 顾名依它起 我们学习了 学习了 为实的理论 我们要 这个记忆力要强一点 你要记住它 记住它 这心怎么有的是这样来的 这里说 从我们社会上一般的情形看 应该是很合道理 是很合道理 比如我们学习做医生的 他就是学习医生 各样的 这种 什么病 什么药 怎么样用 什么药 什么病 这些事情 你学习了 就熏习在阿拉雅县里面 然后他就可以用 你可以用 它会看什么病 然后看什么药方 这样治病 要是我们没学过的 没有办法 心里面没有这个种子 你掀不出来 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也不知道有什么药 都不知道 事实的确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心理上的活动 从自熏习以种子所生 所以叫做一塌器 生产诺后 无有功能 自然助故 明一塌器 这又是第二个回答 生产诺后 有这个讯息的种子 一产诺间 一动出来 就这样的分辨性 无有功能 自然助故 它没有能力 继续地存在 它一掺脑就灭了 这个心 一掺脑就灭了 所以还是继续分辨 继续分辨 继续有种子掺脑的生气 是这样 它没有能力 自然地按住来那里 那么这表示 它是生了 生了就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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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生即灭的 但是相续不断地生灭 所以我们感觉到 好像没有生灭 是是是是 我们的心思是顿的 这个佛的智慧 佛能够 它能知道这个新的掺脑生命 能见到这个掺脑生命的境界 那么这个自然助 容易引起误会 比如说生掺脑后 无有功能 自然助故 那么有别的因缘的知识 它就继续住下去了 容易有这个误会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这里边呢 也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呢 这个 由智慧的种子 一刹多间生起 这是亲姻缘 只是亲姻缘还不行的 还要有所缘缘呢 要等五件缘 还要正上缘 还有其他的姻缘 同一个姻缘合合啊 这一念心才能生气的 薄言它不生气 这个正上缘 我们以前也解释过 比如说正上缘里边 比如说眼识啊 以眼根为正上缘 没有眼根的话 虽然有眼识的种子啊 没有眼根呢 眼识就是不能动的 没有眼识了 比如说我们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生起 要有作意的心所做正上缘 作意的心所 就是决定会发生作用 因为你要用如理作意的时候 它就不生眼语 所以这个心是很活的 这个变化性很大的 所以有一些人呢 也还要看正上缘的情形怎么样 所以要有正上缘 也有所缘 也有所缘 各式各样的情形 这个心理插头间 才能发动出来 就发生作用了 那叫做柱 叫做柱 一插头间 发生了作用 你继续地啊 有姻缘 有种子的姻缘 有亲姻缘 有所缘缘 有如理作意 你这个清静心继续地发动 继续发动这个清静心 因为火焰盐死掉了啊 如理作意了 那么就是不如理作意 就活动了 那就又不清静掉 所以生刹挪后 无有功能 只要住 假设 这一刹挪就生起了 它能够相续下去 第二刹挪还不灭 那就继续住下去 就长住了 就不可能会 不可能会转变的了 也就是这个 有严物的种子 生起来一年新的话 它一刹挪间 那生起来不灭 有第二刹挪 第三刹一相续下去 那就永久的是严物的 没有办法改变了 没有办法改变了 因为它是插头线灭了 还继续要有作意来引导它 那就可以转变 清静心可以转变成眼无心 眼无心也可以转变成为清静心 这样的解释 在事实上非常的符合 在事实上的确是这么一回事情 因为不这样解释 你很难 在事实上 为什么有这样 性变万化的境界 心理上的变化很多很多 为什么会那样的变化呢 你很难解释 所以生刹挪后 无有功能 自然入骨 另一刹起 这样说 你前面 是由青年员自寻 一些种子 一刹挪就生起了 所以叫做一刹起 第二个理由 你 要有其他的因缘 还可以受到影响 它也是 念念生 念生 即生即灭的变化 变化性很大 所以叫做一刹起 这是 因为有这样的意 所以叫做一刹起 因为有这样的意 所以名字为一刹起 你先后 那一刹起 是 要遍及所知 至性 一刹起 事物所有 事意显现 云河城遍及所值 何人员故名遍及所值 前面一塌起提出两个问题 这里遍及所值也是 也提出两个问题 要遍及所值自信 这是解释这个名义 现在解释遍及所值的名义 遍及所值的体性 它是怎么出来的呢 是一塌起 它要依靠这个实 一塌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一念分别心 它要依靠我们的分别心 它才能限起的 那么它就应该明白一塌起才对 但是为云河城遍你所值 这有什么意思 实无所有事亦显现 所以遍及所值 就是一切的所缘境界 实所缘的一切境界 就是事亦显现 它本身离开了我们的分别心的话 它是什么也没有的 遍及所值是没有的 没有那么回事 它没有独立的品性的 我们所缘的一切境界 它本身是没有的 一无所有的 我们要修指观也好 或者你想明白这个道理也好 要思维这个道理 就思维实无所有 这个遍及所值实在是没有 实在是没有的 事亦显现 没有这么有了呢 事亦显现 就是我们这个信仰一动的时候 这一年分别心一动的时候 优势也来的熏悉 它就现出了境界了 那个现出那个境界嘛 叫做事亦显现 就叫做遍及所值之行 就叫做遍及所值之行 事亦显现 这个 要是现出来的境界 那就是有嘛 就是有 你现出来就是有嘛 怎么能说是没有呢 怎么能说没有呢 是事亦显现 就是它和那个有相似 好像是有真事亦显现出来 本来是没有 但是与有相似 无而是有 分明显现 所以叫做事亦显现 是这么意思 它本身实在是没有 但是和有相似 就是它本身的相貌 有多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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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期望性 有多少期望性 它是没有 但是它又好像是有 所以叫做事亦显现 是这样意思 这个事亦显现呢 就是由一它起献出来的 要依靠一它起才能献出来 是云和成变迹所值呢 它应该叫做一它起嘛 怎么能成为变迹所值了呢 何因缘故名变迹所值呢 什么理由叫这个名字呢 提出这两个问题 是无量形象意识 变迹颠倒生相 故名变迹所值 在底下回答这个问题 无量形象意识 这个意识是能变迹的 事亦显现是所变迹 意识是能变迹 这个意识是什么呢 意识是什么呢 无量形象 这个意识就是 我们这一年明了性的心 它在所缘的事意显现上面 在虚妄的境界上面 有无量无边的形象 我们的分别心 在所缘境的事意上面 活动 叫做形象 在那 就是在那上分别 这个分别的情况 有无量无边的 很多很多的形象 这意识就是无量形象的意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变迹颠倒 变迹颠倒 这个意识 这个无量形象 在事意显现上 事意显现上面 有无量的形象 总而言之就是变迹 普遍地去分别指导 就是变迹 普遍地去分别指导 这个忌妥 就是心里面各式各样的妄想分别 这些妄想分别 都是不合道理的 就叫做颠倒 现在颠倒 现在颠倒 是错误的 那么就是无量形象的颠倒 无量形象的变迹 这就叫做意识变迹的颠倒 这个生象怎么讲呢 这个生啊 就是那个事意显现的 事意显现的 因为有事意显现的 所以这个意识才能生气 意识才能生气 所以这个遍地所知 就是事意显现 事意显现的 它能够令意识生气 就是所缘缘了 它能令意识生气 生气了以后 它又以事意显现为所缘相 事意显现是意识的所缘相 它要是能生起意识 意识生气了 又去缘这个事意显现 所以叫做相 这样怎么叫做 遍地颠倒生相 所以什么叫做遍地所值呢 就是事意显现的 能生起 无量形象意识的遍地颠倒 而又为 无量形象遍地颠倒的所缘相 故名遍地所值 是什么意思 顾名为遍地所值 是这样意思 顾名为遍地所值 是这样意思 这样解释 这个事意显现是意识地颠倒之遍地颠倒的境界 所以叫做遍地所值 这个事意显现是意识地遍地颠倒所制造的这个遍地所制造的境界 本身是实在是没有自向的 没有自体的 是自限空的 是自限空的 遍地所值的境界是自限空是没有的 比如说有一条绳子 这光线不是太好的地方了 那个绳子在那里 有一条绳子在那里 我们看上去就因为是蛇 因为有蛇在那里 这件事呢 这个说他看那个绳子是蛇 这个人一定以前呢 他看见过蛇 他也有这个蛇的名字 他这个阿里耶稣里面 讯息了这个蛇的名字 也讯息了蛇的像 有这个名像 有这个名像 以后又光线不好的时候 看见那个那里有条蛇 看那个绳子是有一条蛇 就知道那个绳子是蛇 是有蛇 这里有蛇 这叫遍地所值 我们这个 或者是光线好聊 或者是眼力特别强的 看没有蛇 所以就自向 这个蛇是没有的 实在是没有蛇 所以遍地所值是没有的 唯有遍地所值 只是你这样执着 执着那里有蛇 就是执着一个 从你的分别心 所献出来的这些虚妄境界 都是一塌其 是一塌其 我们的分别心 所分别的一切境界 都是心所变现出来的 都是一塌其的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 就是要变得一所资料 我们知道这个真实 在那个一塌其上面是没有的 就像在绳子上是没有蛇的 绳子上是没有蛇的 所以自向十五 这个你所知道的是真实的这件事 实在是没有 一点也没有 是没有的 自向十五 唯有遍地所值 就是只是你内心里这样的执着而已 所以古文叫做实无为继 就是把这两句话变成四个字 自向十五 用这个实无两个字 唯有遍地所值 就是为继 实无为继 自向十五 唯有遍地所值可得 似乎说明遍地所值 所以啊 你这个名字叫做遍地所值 这也是遍地所值的意 而因此嘛 立出这样的名字 似乎说明遍地所值 是这样意思啊 这个 一他起 是一件事实 一他起 就是一切的因缘生法 是有那一件事 遍地所值 遍地所值 就是我们凡夫的虚妄分别心啊 对于这个医院所值 对于这个医院所生法 搞错了 那就叫做遍地所值 是这样的意思啊 要原成实质性 是遍地所值 永无有相 云和成原成实 何以缘故 名原成实 这是他解释第三个 原成实质性 也是提出两个问题 所以要原成实质性啊 就是遍地所值没有了 遍地所值没有了 怎么就明之为 就 云和成原成实呢 怎么就成为原成实了呢 何以缘故 名原成实呢 这样子 提出两个问题 再回答 有便意性故 名原成实 又有清净所缘性故 一切善法最盛性故 有最盛意 名原成实 这里回答的 两个理由 名原成实 一个是 无便意 一个是有最盛意 有这两个理由 成为原成实的 名为原成实的 是有便意性故 因为它没有变化 就是个 在一它起性上面 也就是在 在一它起性上面 没有便意所值性 你所值的 便意所值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一它起也就没有了 这个意思在前面我们讲过 濫象即濫体 应许为舍实 即为非舍实 要无余余 在那一段文章上有解释 还有一个地方有解释 就是这个便即所值 就是这个烂象 烂象 烂象也没有了 烂体也就没有了 所以要无余余余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原成实 这个时候就是原成实相 这个时候这个原成实相 其实就是真如 就是诸法空相 那么这个诸法空相 是无变异性 它是没有变化的 比如说我们说 边境所值 种种的执着 去造着种种的散业 或者种种的恶业 但是这个原成实相 没有变异 没有变化 你的反复的时候 它也是那样子 你经过修行 成就圣道以后 那个原成实还是那样子 我一般说 不争不争的 再烦不争 再胜不争 或者说是 再烦不争 再胜不争 原成实心本身是没有变化的 顾名原成实 它没有变化 所以叫做 叫做圆满成就的真实性 那个无变性的圆满 无变性的成就 都是真实的 如果变化了 那就不真实 我在天空里那个云 实实地会变化 一会儿看见像树 一会儿看见像打棉花似的 一会儿什么没有了 那就是不真实 现在这个原成实心不是 它是没有变异的 所以叫原成实 这个不变异有什么好呢 有什么好 它这个离一切像啊 不可分别 不可思议的境界没有变化 一切圣人都在这个地方 圣人的智慧都是在这里 在这里啊 它不变异 它是永久的啊 安心自在 我们凡夫的分别心不在这里 不在这个原成实这里 我们凡夫的心在哪里 在一塌其那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蛇兽响应师 雅耳避色生意 这一切有违法的 遍你所知的这些有违法的 在这上面 在这上面呢 我们感觉到 什么呢 可能感觉到欢喜 但是也就感觉到苦恼 因为这个一塌其 遍你所知的一塌其 这个地方 是无常的 你感觉它很好吧 我已经垮了 垮台了 是无常啊 无常几次苦啊 别说我们这个身体啊 很健康 这也是一塌其 我们感觉到好 你老年人那样苦 我没有老很快乐 但是你不久也是老 也会老的 就苦了 这个健康没有了 不是苦吗 世界上一届的庸话不会都是这样子 都是要无常的呀 所以就苦了 但是这个 渊成石这个地方呢 是无便宜 你最初啊 修宵圣道 你成就了那个境界的时候 一直是那样子 不再便宜 用我们凡夫的话说 靠得住 他不便宜 能靠得住 有些人呢 他说 我不感觉到苦 感觉到很好 但是 他说这句话也是真实话 但是就没有在世界上去观察一下 世界上观察一定是要无常的嘛 你现在不感觉到苦啊 将来那苦的境界一定会来的呀 所以这有无便宜 幸福民运人 是大落的境界 我们是汉武帝呀 做了皇帝以后啊 就想要长生不老 其实不可能的呀 非要老病死不可呀 所以又由清净所缘性故 一切善法最盛性故 第二个理由 就是由最盛意名为元成诗 最盛意里边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由清净所缘性故 这个元成诗啊 是圣人的清净智所缘的提醒 我们凡夫的呀 这个执着分别性的 圆不到这里 你观察不到这个元成诗 要是经过修行成交了无分别智 无分别智是没有反导的 所以它是清净的 它那个清净的智慧才能圆这个元成诗 才能圆的 你圆这个元成诗 断除一切烦恼了 得大卸脱了 这是清净所缘性故 一切善法最盛性故 第二个殊胜的地方呢 你要是成就了无分别智啊 你观察这个元成诗得无上菩提了 可以得无上菩提 在一无上菩提是在一切善法里面是最殊胜的 一切善法都不能够有无上菩提那么殊胜 或者说是这个圆成诗是圣意善 是无为的善法 就是涅槃的境界的 所以他是最盛性故 最盛的体型 其余的一些法没有能超越他的了 所以一切善法最盛性故 所以有最盛意 明元成诗 所以叫做元成诗性 这是解释这个元成诗有这么两个理由 所以称为元成诗 名为元成诗的 这一段也是第二项 别辩 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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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再详细地认识一下 所以特别地来说明辩计所知的相貌 扶持有能辩计 有所辩计 辩计所知 自信 乃成 辩计所知在这个地方是有能辩计 还有所辩计 这个能辩计 在辩计所辩计的时候 这个时候辩计所知自信才成立的 只有能辩计 没有所辩计 有所辩计 没有能辩计 辩计自信不成立的 所以要解释什么叫做辩计所知自信 就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能辩计 什么叫做所辩计的 应该这样 这是标出来这底下 又提出问题 始终何者叫做能辩计 何者叫做所辩计 何者叫做辩计所知自信 提出这三个问题 下面一一一的解释 当之意思是能辩计 有五分别故 那么先解释的这个能辩计 应该知道我们这个意思 它是能辩计的 因为什么理由说它是能辩计 有五分别故 我们这个第六意识 这个意思它是有分别性的 它不像前五十 是不能分别 它只是有个明了性 叫做自信分别 它不能随念分别 季度分别都没有 所以它不能分别 这个第六意识不是它能分别 所以它是能辩计 这个殷孙拉法师的讲迹上 也就是成维斯论上的解释 成维斯论引这一段文 意思是能辩计 成维斯论的意思 能辩计不只是意思 第七莫诺史也是能辩计的 也是能辩计的 但是在十大成论上说 意思是能辩计 却好像有一点不合 这个文有一点不合了 不合了 但是那个护法菩萨他会解释 意思者 一即意思 明白意思 就是第七莫诺史 加上第六意识 合起来就叫做意识 这样子就和成维斯论的主张是一致的了 就没有冲突了 但是殷孙拉法师的意思是不同意 他不同意 护法不是解释 他说这就是指第六意识 就是指第六意识说 而不是指第七识说的 他这样讲 但是看下文的解释 但是看下文的解释 应该说是一致老法师说的对 所以这和 意思有分别 所以是能辩计 那又是怎么会实行呢 有此意识 用字明言熏悉为种子 既用一切识明言熏悉为种子 事故意识 物边形象分别软 服于一切分别计度 计度 顾名便计 这是说出个理由来 有此意识 因为此第六意识 他用他自己的明言熏悉为种子 因为这个前五识是没有明言的 前五识 前五识他不会说话 他不会想 就是因为没有明言的关系 这个第六意识是有明言的 这个明言怎么讲的 明即是言 言就是说话嘛 说话呀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能够 认识种种的明智 你才能说话 种种的智 智就是明 种种的智 意思呢 智越多 你的语言是越多 读书人说话最多 不读书的人说话不是很多 读书人的思想多 心里面会各式各样的想 没有读书的人名字少啊 思想也就简单一点 但是这个也是看个别的情形 但是他今生读书少 他今生读书很多 也会影响现在 这就是很多的差别事情 用自明言熏机为中的 这个第六意识啊 他有很多明 他是有学问的 他读了很多书啊 他心里有很多明 他会说很多话 也就是心里面 会分别种种的思维 前五识不行 前五识 因为他这个言诗耳诗啊 去明了所言境的时候 一掺脑就过去了 我这话也是说过啊 比如说是看见那个灯光了 我们也是看见光是看见了 但是没有这个光的这个字 没有 我们说啊 这时候灯光了 这是第六意识才会说这句话的 所以第六意识有明言 前五识没有明言 没有这些明言 这样子讲 你第七识也没有这个明言 第七识既然第八识 建分为俄嘛 他没有去看那个外面的产生纤维处 他没有 所以说是第六意识 是能分别 能编辑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所以有此意识 用之明言 寻习为种子 他啊 在生存的时候 生存的时候 在活动的时候 他有无量无边的明言 去分别 就寻成了种子 寻成了种子 既用一切是明言 寻习为种子 他还能用其他的事的明言 就是 你其他的亚尔比特森前五识 他活动的时候 他也有明言 他能够取代前五识的境界活动 他能够 那也是有明言的 为种子 为种子 种子 种子这里边呢 就可以分别 成为两种 用至明言 寻习为种子 就是它见分 前面说见识 看见的见 心意识的是见识 用一切是明言寻习为种子 就是相分 就是相词 分这么两部分 这两部分实在还是分不开的 你心一动 一分别的时候 就有能分别的见 有所分别的相 是不能分开的 有相就有见 有见 有见就有相 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心一动 它就寻成这两种种子 一个见有相 不过是说 前五十是明了性啊 也是有见有相 但是是个别的 言识是言识的见相 儿识是儿识的见相 深识是深识的见相 互相不混乱的 但是第六一识不是 第六一识包裹了一切的 心思的活动 所以它的境界是广大的 所以它能够用自明言宣息为中子 还能用一切自明言宣息为中子 似乎一识 无边形象分别而软 所以这个意思啊 它活动的反悔啊 活动的情况是无边 无量无边那么多 所以它的分别性是特别多的 这样 能生起了无量无边的活动 第六一识 普与一切分别季度 顾名遍积 这个 因为前面说到 第六一识啊 有这么两种的名言宣息种子 所以第六一识 它能够普遍于一切的境界去分别季度去 顾名为能变积 所以它是能变积的 它能普遍的执扰 它是能执扰的 是能变积的 那么这是解释了第一个问题 谁是能变积的 就是第六一识 第六一识 什么理由它能够能变积呢 因为它有两个名言 两种名言宣誌 字名言宣誉宣誉 还用一切词名言宣誉为宣誉 所以它能够无边形象分别而转 要一他其自信明所变积 这个第六一识也就是一他其 这个一他其就是识嘛 它也是由自宣誌发出来的现行 只要一他其自信明所变积 所变积是什么呢 就是一他其自信 这个一他其自信 前面说了吧 是说就是识 是一他其自信 这个识 是阿赖伊斯的种子 献出来的活动 就叫做识 而识在活动的时候呢 又会现出了种种的识意显现 我们的识啊 分别一些境界的时候 你在动的时候 又种种种种的境界出现 那就是识意显现 这个识意显现 前面说是变积所知啊 只能变积指导他的时候 他就要变积所知 但是他本身也是由种子献出来的呀 所以他也是一他其 也是一他其 但是要意思去指导他呢 他就是变积所知了 现在不也不研究那个问题 究竟什么是所变积 依他其自信 名所变积 是所变积的 那么我们要提出个问题 变积所知是不是所变积 变积所知是不是所变积 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不过江泽说那个比喻 这个也光线不好嘛 所以那个绳子在那里 那个绳子盘在那里 因为是蛇 根本没有蛇嘛 所以不能说蛇是所变积 真是绳子是所变积 而不能说是蛇 因为没有蛇嘛 那个蛇只是你的 希望分辨性的那样指导 而实在没有蛇呀 所以不能说蛇是所变积 因为没有嘛 只能说那个绳子是所变积 所以是说 依他其自信名所变积 而不能说变积所知是所变积 名所变积是毕竟空是没有 甚至没有嘛 不能说是所变积 所以 那么这个严重实质性 是不是所变积 但是不是 因为我们凡夫的执照性呢 你圆不到那里 你不能圆到那个变积 原成实那里 那是圣志的境界 是清静的圣志所圆的境界 而不是凡夫的分别性能分别道理 所以那两个变积所变积 所以那两个变积所知之行 原成实之行 不是所变积 只有一塌其的 是所变积 只有一塌其的是所变积 只有一塌其的是所变积 始终是能变积所知之行 前面解答了两个问题 什么是能变积 什么是所变积 现在回答第三个问题 怎么叫做变积所知之行呢 又要有此相 又我们呢 你假设有这样的情况 令一塌其之行成所变积 就是我们这个第六一词一动 有无量的形象的颠倒之招 就是这一塌其之行 变成所变积了 变成所变积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叫做变积所知之行 这样讲 当然事实上是这样子 但是也应该把前面那个意思加上去 就是这个所变积 这个事意显现的境界 它本身有个期望性 它本身是虚妄的 是不真实的 但是它与真实相似 我们就看不出来它是虚伪的 就知道它是真实的了 于是乎成为变积所知之行 有这么两个意思 所以又要有此相 由于这个第六一词的颠倒忘记 另一它其之行成所变积 始终是明变积所知之行 这个所变积在第六一词的指导中 就变成变积所知之行 有此相则是如此一 又要有此相 这个有此相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此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前面那个能变积的意思 它无量形象的颠倒之道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成为变积所知之行 这样解释吧 这个所谓变积 和变积所知之行 它们两件事 究竟是 是意义是同 是相同的 是差别的 这个所变积和变积所知 是它们俩的关系怎么样 这个江才说过 这个所变积是一它其之行 一它其之行呢 是如幻如画的有 如幻有 像梦中的境界 像境中的影像 像水中月似的 像幻化的境界 是不真实的 那么变积所知之行 就是去制造那个幻化的是 不非幻化 制造那个不真实的境界 是真实的 所以 两个情形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情形呢 我们呢 在凡夫的时候 这一段文呢 叶孙拉法师也发回了一大段 那段文啊 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 江才说过 有两个情形啊 指导所变积成为变积所知的 有两个情形 一个是无名颠倒 一个是这个 这个所变积的这个境界啊 有期望性 这两个原因呢 指导它是变积所知的 所以这个所变积的境界啊 出现在我们的明了性的心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非要执着不可 非要执着不可 而不能够不执着 就是学习了佛法 学习了佛法 你没有经过长时期的文思修复 你还是一样的要颠倒迷惑 还是要颠倒迷惑 所以非要长时期的文思修复 去用功修行啊 才能改变过来 才能改变过来 改变过来 知道这是 这是 是微信所限 那为师无异的是虚妄的 是如幻如画的 是不真实的 你才能知道 那么就是 要达到 德无声发言的程度 才能够知道 这是如幻如画的 所以见到诸法 毕竟空是圣人的 知道如幻如画的 也要是圣人 只要如幻如画 就是 就是那个 一他其 一言生化的 本来面目了 而不像我凡夫 我知道是真实的了 但是这件事呢 是我们 五十年来的 训练 制造心 制造一他其的分别心 训练在阿赖耶稣里面的明言种子 它献出来的一些虚妄境界 这种境界 这种境界 要到服务的时候 才究竟清静 才不限量 所以到出的无声发言以后 虽然知道是如画如画的 但是这种境界还是要限的 楠切金山有这一段 曾经有这一段 这个虚妄境界还是要限 还限出这些虚妄境界 但是圣人 他有无漏的智慧的讯息 不全是有漏 也有无漏的功德 宣传的种子所限 所以到了佛的时候 才纯是清净无漏的境界 凡夫的时候不行 圣人的时候还不是纯净的 所以这个 这个所变迹 和变迹所知 这个字 由得无声发言之后 开始变化 一直到佛的时候就已经清净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